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首办主任陈国基 获任命为港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 美国众议院通过修订的香港自治法案 蓬佩奥批评港区国安法是对所有国家的冒犯 将继续采取行动 终止香港的特殊地位 各位 游警员昨天下午在铜锣湾被人用利器袭击 左肩受伤 消息指警方深夜在一班准备飞伦敦的航机上 拘捕24岁的疑犯 他随身带有一本过期的英国国民括号海外护照 消息称 警方昨晚接获现报 只涉嫌用利器袭击警察的24岁男子 会连夜坐飞机去伦敦 警方追查下发现 昨天下午后 只有一人买即日单程机票去伦敦 锁定他是坐国泰CX-251航班 起飞时间是昨晚10点55分 据了解 警方立即和民航处沟通 并取得许可 几辆警车时到停机坪 到凌晨0点30分左右 由军装警员上机拘捕疑犯 疑犯身上带有4万元多种货币 一本过期BNO护照 没有寄仓行李 涉嫌伤人被通宵扣查 事发在昨天下午 大批人走出高市微道 有人住伞镇以及堵路 警方推进 有跑得比较快的警员 向前扑下一个人 双方拉扯后倒地 警方指有人企图抢犯 用砖击伞袭击警察 有人用力气从后割伤他 被追捕的人逃去 警员左肩流血受伤 有同袍包扎 送东区医院治理 宋院时清醒 警方发声明严厉谴责暴徒 说一定会全力追捕疑犯 绝不手软 无线电视记者温乔菲不道 一辆警车昨天深夜在旺角 被人投掷汽油弹 一名24岁男子被捕 警方事后封锁弥敦道 进银行中心对开搜证 捡走玻璃碎片 布条及一个口罩 警方指晚上11点多 一辆警车寻经弥敦道 及乃路沉街交界时 被人投掷汽油弹 警察下车追捷 在亚街老街制服一个男子 在他身上捡获一枚怀疑汽油弹 劳工手套和火机 他涉嫌纵火及管有 适合做非法用途的工具被捕 大批人昨天在铜锣湾及湾仔聚集 警方至今拘捕至少370人 包括三名海关官员 当中涉嫌违反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被捕的有至少10人 被捕人士在多间警署通宵扣查 其中奎冲警署及北角警署外 仍有被捕人士的家属等候 也有区议员到场 消息指 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被捕人士 送到另一届警署独立处理 警方指 被捕人士分别涉嫌非法集结 公众地方行为不检 疯狂驾驶和管有攻击性武器等 据了解 当中包括两男一女海关官员 设非法集结被捕 被及时停职 海关官长对事件表示震怒 对任何违法违纪行为绝不不息 定必严肃处理 国务院任命特首办主任陈国基 为港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 新华社报道 国务院是根据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提名 做出任命 陈国基曾任入境处处长 2017年特首换届后 出任特首办主任 是林郑月娥政府的大内总管 根据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而成立的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下设秘书处由秘书长领导 委员会的职责包括分析研判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形势 规划有关工作和制定政策等 国务院根据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提名 任命欧嘉宏为入境处处长 欧嘉宏1988年加入入境处 任职助理入境事务主任 2018年晋升为助理处长 去年出任副处长 原本是处长的曾国卫 4月转任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 处长一直由欧嘉宏属任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 欧嘉宏任职入境处30多年 有丰富部门运作经验 具备领导及管理才能 深信可以带领入境处迎接未来的挑战 美国众议院通过修订的香港自治法案 预料最快今天交回参议院表决 国务卿蓬佩奥批评 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是对所有国家的冒犯 将继续采取行动 终止香港的特殊地位 至于前香港众志罗冠聪等人 在众议院听证会上作证 呼吁国际社会 不要以为香港仍然有自治 美国众议院周三一致通过 经修定的香港自治法案 授权华府制裁与打压香港示威者的 中国官员有交易往来的银行 上周四在参议院通过的法案 制裁损害香港自治的个人及企业 彭博报道 由于这次众议院版本 在程序上做出轻微修订 因此将要交回参议院 预料最快今日表决 之后由总统特朗普签署生效 两院跨党派议员 同日也提出香港避风港法案 要求华府为被北京政府打压的 香港和平示威者 给予难民身份 人数将不设上线 而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 就中国通过港区国安法 召开听证会 前香港众志成员罗冠聪 工党李卓人 以及身处美国的留学生 梁继平 分别透过事项作证 罗冠聪促请国际社会 不要被北京政府混淆 以为香港仍保留自治 李卓人则称 国安法对香港的侵扰 相当于二次回归 祸害50年高度自治的承诺 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批评 港区国安法是冒犯所有国家 当中条文似乎也涵盖美国人 华府将继续履行 总统特朗普的指示 终止对香港的特殊地位 中方多次表明 定立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纯属中国内政 任何外国无权干涉 而美国通过制裁 阻挠中方立法是不会得逞 中国也会做出反制措施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指 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落实后 他仍会留港继续争取民主 我必须再继续 我家和妻子有提出 但如果我离开 我会无尽感受自己 我 cannot do that 如果你离开 我没有只是无尽感受自己 我离开《 Apple Daily》 还能符解 《迅国上的增长力度》 這是我必須責任的責任 黎智英週三接受美聯社訪問時 批評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抵觸香港法治 認為她所認識的香港已死 香港完全被操控 情況較想像中更差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指 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的實施 是特區回歸以來最重要的發展 是歷史性的一步 立法是為了令社會早日回復和平 令一國兩制行穩志願重回正軌 她說這次立法工作 體現了中央對特區的高度信任 歡迎回來 英國政府就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在香港正式生效 召見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 駐英大使館又反對英國 為英國國民括號海外護照持有人 提供定居英國的途徑 英國天空新聞報導 外交部常務次官麥克唐納 週三召見駐英大使劉曉明 稱英國深切關注港區維護 國家安全法在香港生效 重申法例破壞中英聯合聲明 剝奪中方承諾給予香港的50年自治權 駐英大使館發聲明稱劉曉明向英方強調 中英聯合聲明沒有赴予英方 干涉回歸後香港事務的權利 批評英方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違反聯合國憲章和中英建交聯合公報 中方表示堅決反對 這次是1984年以來 英國外交部第二次就香港問題 召見中國駐英大使 對於英方宣布對持有BNO 即英國國民括號海外護照的香港人 延長在英國的逗留期限 由半年增加至5年 之後可以申請公民資格 人數不設上限 駐英大使館發言人表明反對 指英方曾與中國互換備忘錄 明確承諾不給予持BNO的香港中國公民 在英居留權 如果英方執意單方面改變有關做法 不僅違背自身立場和承諾 也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中方敦促英國客觀公正 看待港區國安法的立法問題 尊重中方立場和關切 不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務 無線電視記者徐涵報導 因應香港實施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澳洲總理莫里遜表示 正積極考慮向香港人提供庇護 莫里遜說有最終決定時就會公佈 重申澳洲預備好提供支援 但他沒有表明是否包括容許香港居民永久居留澳洲 莫里遜又說對香港示威者遭鎮壓深感不安 莫里遜政府早前已表示 擔心受政治迫害的香港居民 可在現行的制度中申請保護 立法會財委會會議上有議員關注 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實施後 會否影響議員在立法會發言 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生效後 早上的立法會財委會 有民主派議員提出歸程問題 要求財委會主席陳建波解釋 議員是否仍享有言論自由 有建制派批評這個說法 陳建波認為與議程無關 決定繼續會議 請法律顧問做一個研究 講清楚給大家 財務委員會根本講財務 其實我又看不到 為什麼會扯到國安法 會上通過多項議程 包括在古東南設立農業園第一期 以及西九龍填海計劃餘下主要工程 另外通過優化及重置稅務局 資訊科技系統和設施 共涉及近7億4千萬 無線電視記者溫曉飛報導 兩名男子去年九月破壞青鐵站的 八達通機 各被控一項刑毀罪 被判監四個星期 兩名被告分別二十二至 即二十四歲 被控去年九月八號深夜 破壞屯門青松罐青鐵站的 八達通機 早前被裁定一項刑毀罪程 屯門法院裁判官水嘉莉批評 兩人的悔意來得太遲 又指兩人串謀並有計劃行事 受審前仍心存僥倖可脫罪 法庭有理由相信 兩人如非及早被人發現 將會破壞月臺上的所有設施 拒絕判處社會服務令 但考慮到兩人已賠償 判各入獄四個星期